大家好 今晚就带大家 看一下 台湾地区 晚上的时候就是过了饭市 但是拼完经济 有点肚饿 又不想去便利店吃 又不想去麦当劳吃 有什么选择呢 我都会推介 冬冰冰 喝回一碗暖粒粒的豆浆 都是相当不错的 亦都不用那么heavy 不是没东西吃的 你可以吃个火鍋都可以 但又怕太饱 太饱了 睡得不是不好 不就免得 带大家来看这家 我都挺喜欢的 这家是开到凌晨的1点 所以这个时间来到 基本上还是有东西 不过人就不是那么多 好 进去 吃东西 都是那类的 蛋饼 豆浆 包 萝卜糕 抬头看那个水牌 就看到 顶都 酸了 看点心纸 最好 通常是先剪 我选择就算了 喝个豆浆 吃个素菜包 就可以了 这些炸东西不是鱼饿 这个就一个帆桶 旁边的两盘就是豆浆 好 先够食 他做一些就给你这样 买回家吃也好 什么都好 这些就一样 因为天寒地冬 想吃点热的东西 有什么选择呢 豆浆 什么米浆 古灵蒸怪 一堆都有 烧饼 烧饼 我就一般的 不知道送到来都冻了 吃到整地都是 蛋饼也有 好 接着点心纸 有个圆 有个数字 绿色的就是素食 这个素食饭 是非常好吃的 不过 那么晚我就不会吃 太饱了 吃了一个 当早餐 我想你下午都不用吃了 如果平时 来到我喜欢坐在那边这张吧桌 静音音 没人理你 虽然 这个中数间也很静的 不过 有时比较倾向选择在里面 好了 今晚呢 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个纸的碗 那待会要下去 回收 好了 本来在想要不要选择半堂 想起来都是全堂好一点 甜一点 人都会开心一点 虽然这么晚 不少人来买东西 买到冰箱 冰箱 冰箱 自己拿 自己拿 说个信 人不是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好像很忙 很黄的 饭桶一打开 很有饭香 饭的香味 现在这个哥哥在做饭团 刚刚点了 饭团 现在这个时间 11点 11点钟吃饭团 恭喜他 没可能他没吃饭肚饿都不定 那我就叫了这个素菜包 虽然说素菜包里面是 没有菜的 那我 切开给大家看 都算是皮薄了我最怕这个皮厚到好像我面皮那么厚就不好了 拔开给大家看 先看看 那里面有些炸菜粒 冬菇粒 还有 笋粒 都OK的 好过之前 之前先离谱 全部都是炸菜 不如你叫炸菜包 不要叫素包 好吗 一边吃点东西 一边 看看 这些人生百态 看到职员还很努力 处理 晚上的账单 不过 看他又不是那么多 什么红猫的单 叮叮叮叮叮 OK的包进步了 好过以前 炸菜 好过来 那你为什么看我不停要弄一下这个豆浆呢 因为 那些糖呢 它是 你叫全糖就给了一匙糖 你叫半糖就给了半匙糖 然后就侵了一些 没有味的豆浆 即是无糖豆浆 你要搅拌均匀才行 要不然 基本上是 淡谋谋的 哎呀 差点跌下来 要不然会瓶了一阵 类似腐皮的东西 在表面 就很难喝了 或者叫做 很久才能散热 这样一个晚餐就真的 就是刚好 不会太饱 也不会饿 好有满足感 不过不知为什么 可能喝都喝饱 这个豆浆 很快我已经开始饱了 吃了半个包 有没有几口都开始饱了 这么快饱了 真的不太明白 可能晚了 晚了也不想吃那么多东西 但是不吃又好像啰啰的 有时天寒地冻 有一碗热豆浆 感觉是挺温暖的 没那么孤单 好多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